我国台湾地区防务部门交出了一份新的两岸军力优劣比较报告 这份报告中我国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承认解放军的海上力量、陆地打击能力、火力强度和装备性能均全面超越岛内部队 不过对于空中力量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认为解放军空军的制控能力稍具优势 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解放军空军和台湾省空军的实力差别并不大 中国台湾地区武装力量由正规军、复备力量及准军事力量组成 目前现役总兵力约37.6万人 其中陆军24万、海军6.8万、空军6.8万人 全球火力网公布的2022年全球军力排行榜上 中国台湾地区排到了第21名 台湾省空军目前拥有三款三代战斗机 首先是被称为亚洲第一款三代机的IDF型战斗机 台湾省空军在1992年开始装备这款三代机 不过如今看来这款IDF型战斗机的性能 只能算是入门机三代机的水平 甚至其航电系统还不如巴基斯坦空军的骁龙机本型 目前台湾省空红军装备有126架IDF型战斗机 第二款是引进自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 上世纪80年代左右 幻影2000绝对是一款非常优秀的三代战斗机 就连解放军空军也曾经看中了这款战斗机 但最终因为价格太过高昂而没有引进 台湾省空军的主力战斗机是F16 1992年台湾耗资60亿美元 从美国购买了120架 在当时来看其制空作战能力达到了非常先进的水平 不过台湾省空军并不满足于此 最近几年台湾省空军连续抛出了奉战计划 和奉翔计划两个提升空中实力的方案 此方案一旦完成届时的台湾省空军实力 确实可以位居亚洲前茅 集中心 集中心